云南 中国西南的边陲之地 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 山区面积占到全省面积的84%以上 大山中的天然石材 一循十令取之不尽 云南人最爱进山寻宝 寻的不仅是人们的口服 更是生活的情趣 钱袋子的实惠 寻到的山珍 在追求朴素本味的烹饪中 幻化成温暖心窝的家常便饭 魂牵梦营的家乡智慧 朦胧的山间雨声犀利 雷声隆隆 云南的很多地区 夜雨十分频繁 在每年初下 当地村民一旦遇到这有雷声的夜雨 就会欣喜异常 因为这预示着被誉为山中极鲜的一种骏 正在破土而出 这个品种比较特殊 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要雷声网 没打雷的声音的话 它再吓再多地区 我会长到这表层来 如果今晚上听到雷声的话 明天早上可以去找这种 天一亮 王小军便背上竹框 到山中寻找这种极鲜美味 六顶钟我们就到山边山上了 因为是人比较多 你去晚的话 那他就是说 你就肯定拿不到 二百五十种 占中国食用菌种类的三分之二 世界食用菌种类的一半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菌类王国 每年农历的七八月 便是野生菌大丰收的时节 此时 男女老少齐上阵 开启山中寻宝模式 对于很多云南人来说 每年最快乐的 莫过于这上山捡菌子的时光 这里便有一片松毛鲜 但是没人采 因为它不值钱 它已经浮浪了 没人采它 捡菌子 对于城里人来说 是娱乐消遣 但是对于山里人 这是每年非常重要的经济收入 每天上山捡一捡 一剂就可以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这个叫酸帝菌 因为它吃着口感有点酸 这个是不是有人收购 但是不值钱 它这个金银子只能卖到六元一斤 这里边有一个 这个叫黑木碗 这个可以吃 这个能卖三十元一斤 这是一朵牛干菌 这个可以试用 它隐藏得比较好 长得那么大 还没人发现它 就是炒吃的可以 有点滑滑的 好吃 拿起来拿到家里边 他们来收的话是二十元 今天王小军的运气不错 捡到的菌子品相好 品种贵 美中不足的是 还没有找到 他梦寐以求的 鸡宗菌 谢谢大家 成的默契 哇 这里吃了一碗 吃了一碗鸡棕了 这个是肉肉的 它是白鱼所形成的 它这个白鱼 在里面这么大做了一个包 每年的火把节吃惊 它就能够出这样的鸡棕了 现在这么新鲜 就能卖到1401千克了 这花就是一百块 还是有根要 采鸡棕必须小心翼翼 别的菌子都是轻轻用手一掰 但鸡棕却要借用木棍 从根部挖出来 它的根部比较深 我用木棍的话 它在这里边就断了 直接帮的话 它就是这么一点 找到了这窝鸡棕 王小军终于心满意足 但在中午前回家 就可以等着收菌子的人上门 把最新鲜的菌子 卖个好价钱 由于野生菌的保鲜时间非常短 所以必须以最快的方式让它们走上餐桌 在云南 野生菌的买卖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产业链 农户们上山采好菌子 会有商人每天定时上门收购 像我家呢 最高那天能卖到日清四五百块钱 剩下的就是 这个也就平均每天就是八百元 我们这几天收的新鲜的战本 这个每家每份的血汗 这几天是收收了这个七千四百三十八 塑料一定少 只是一天就是八九千一万多吧 晚几天比这个多 多的时候应该是一万多到两万 就这一个村子 那个苏联多的金人 那个战车也是会拉不下 每幅都是小兰子都是全部被买的 这些被收购的菌子 会被马不停蹄地送往下一个流转地 野生菌交易市场 这里是南华县野生菌交易市场 也是云南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之一 每天下午的两三点 从农户家收购的新鲜菌子 就会集中出现在这里 此时也是交易市场最热闹的时候 据统计 这个交易市场 近几年年均的交易量 均超过一万吨 交易额超过十亿元 除了这些规模巨大的交易市场 居民生活圈周边的小菜市 也少不了菌子的身影 杨菊兰 在楚雄遗族自治州双百县 经营着一家野生菌火锅店 买到新鲜且实惠的野生菌 是他生意上的至胜法宝 鲜子这个卖 三十一公斤 少点嘛 你这个清头经验这个卖 这个就是我们的净手签 只要还一捏就签了 少少于小点 但是可以食用 非常好吃这个 这个就是山中的极品 这个也是我们地方的大鸡尊 可以长这么大 这个买得多 这个就很放心地吃了 这个鸡尊就可以做 煮汤喝 可以炒吃 这个一般两千万两百一公斤 这个就是我们山中的极品 钢八件 三百多一斤 这个很难找 很难洗 很难做 一般都长在我们大山里边的草村里边 那个矮冰冰汉 这个是极品啊 我们山中的极品啊 各种菌子粉末登场 一场野生菌盛宴 便呼之欲出 干八菌 因形似一种名为干八的腌牛肉而得名 像极了一朵水墨牡丹花 白中芡墨 墨中渐绿 浓淡得宜 极雅极美 这种看起来让人没啥食欲的野生菌 偏偏是最为稀少珍贵 味道鲜美的极品 由于干八菌有很多褶皱 里面藏有大量泥土砂石 因此清洗工作是项大工程 首先要把干八菌顺着纹路一片片撕开 放入清水中 加入大量食盐 洗净表面泥沙的同时 还可以清除掉干八菌的土腥气 用清辣椒爆炒干八菌 做法简单 味道鲜美 小小的干八菌丝吃起来非常有嚼劲 还自带一种浓郁肉香 吃一口回味无穷 由于剑手轻 微微带有毒性 处理起来要十分小心 它有一种独特的显色反应 一旦受伤就会变成电蓝色 切片后 像是生了闷气一般 脸色铁青 宽油下锅 与红辣椒一起爆炒 热油中的剑手轻逐渐恢复长色 身材也明显收缩 炒制的时间需足够长 通常要十五分钟以上 这样便可以彻底清除毒素 吃得放心自在 店中最有特色的还要属杂菌火锅 将当地土鸡切块炒香 加入大量清水 长时间闻火炖煮 一个小时后 鸡肉中的胶原蛋白融入水中 汤汁变得灿黄浓稠 香飘满污 将青头菌 牛肝菌 鸡棕等各种野生菌 一起放入锅中 继续炖煮 让菌香 肉香充分交融 每年的这个季节 能吃到这样一锅 野生菌火锅 云南人才觉得日子没有白过 云南这个地方 本来是野生菌王国 每家每户都喜欢吃 必须要吃一顿菌子 才有力气 跟白饭的一样 跟饺子一样 我们都喜欢吃这个菌子 因为从小都吃长大的 一朵小小的菌子 是大山对当地人慷慨的馈赠 采菌子的人靠着吃苦耐劳 为全家带来踏实的幸福 吃菌子的人 一家老小 围坐一桌 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 野生菌 早已成为云南人 最独特的饮食基因 随着四季更迭 万物生长的规律 每一年都会适时 扣享人们的味蕾 召唤他们一起分享 这一季的限定山珍美味